他强调美国这样做是为了遏制俄罗斯防止俄在东欧爆发冲突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 研发出了新型核弹头就能防止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吗 这样的理由说出来让人难以相信 美国现今有6600余枚核弹头是世界上拥有核武器最多的国家 也是唯一一个在战争中使用了核武器的国家 没有哪个国家敢对美国发起核攻击 否则迎来的就是毁灭性的打击 过美国要研发新型核弹头 其目的并不是遏制俄罗斯 而是要继续将全世界置于自己的武力威胁之下 特朗普竞选总统时就表示 必须重新回到里根时期以实力求和平的理念 他当选总统后在美国利益优先的理念主导下 大力发展军事的意图更加明显 按照美国2011年颁布的预算控制法案 自动减持条款 2018年美国军费上限为5490亿美元 但去年底 特朗普总统签署了军费总额 仅7000亿美元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并正式生效 这其中一部分军费就会被用于研发新型核弹头 美国发展新型核弹头 实际上比朝鲜发展核武器威胁更大 当今世界美国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实力 都位居世界第一 而且远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没有哪个国家会选择用鸡蛋去跟石头硬碰 相反美国对其他国家是喊打就打 动辄用武力手段收拾不听招呼的国家 仅在新世纪就发起了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 利比亚战争 它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限制 对那些不满美国霸权主义的国家来说 简直就是将刀架在了人家的脖子上 在军事上先发制人以武力谋安全 这是美国一贯的作风 性格较为温和的奥巴马在任内 尚且发起了一场战争 秉性张狂的特朗普 势必会将美国的霸道作风贯彻到底 只是选择哪个国家开刀还尚未得知 如果美国的国家开刀还尚未得知